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Crazy美股富豪,本周来到第六期,又同样在星期一的时间呢,本周呢,是由我们的美股VIP一样,Jayson老师,Brun老师,还有我们本周的Crazy老王,Crazy属前队伍是由Thomas老师来做代表,那同时呢,因为王老师本周有会议,所以因此呢,我们加入了一位新的老师是Win,那Win老师平常比较长,大家会看到他,就是他有一个小单元,叫做美股富豪, 钱来了,因为他姓钱,他会带来给大家,那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散户第一金,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常驻的一个分析师,所以本周呢,由Win老师来代替Win老师来进行我们本周的这个交锋对谈,那一样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按照老规矩,从年纪来,Win老师不在,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第一位老大哥,就是Jason老师, Jason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本周的盘势是怎么走,因为其实今天星期一看起来,本来开盘其实是下跌的,科技股市一片大跌,然后后来走势其实有点黏着,但是在尾盘之后又拉伸,那现在时间又接近了月底,马上要6月30号,马上是7月1号开始,那接下来这一周盘势的这个变化,Jason老师拿起你的水晶球来帮我们讲一讲。 大家好,然后上周走的图形就特别不好,现在是我的屏幕,上周走的图形就特别不好,然后以大盘为例,然后截止到上周的这个5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这个图形就特别岌岌可危嘛, 然后当时的话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些这个隔周的,然后像UVSY这类的这个风险保护行动仓位,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早盘看到了两个现象,那第一个现象的话就是说,大盘并没有出现30个点,50个点的这种跳空下行,没有出现这个图形,这是第一个信号, 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波音啊,权重股再次出现,呃,什么737是飞啊,反正今天今天不飞明天飞,哈哈哈,什么时候大盘看着看着不太好了,然后波音就要出来飞一飞,哈哈哈,真飞假飞的话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空盘的意图啊,就是表现的非常非常明显,所以今天的早盘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指数的话,向下,打了3000点整出关口之后,马上被拉起来,啊,马上被拉起来,尾盘的话呢,刚才这个布兰特老师也说啊,也不知道鲍贝尔想了什么,反正啊,大盘就又开始,尾盘又开始向上拉升,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到目前为止的大盘呢,嗯,在3000点的话,可以说,呃,在不遗余力的啊,在做这个3000点的保卫战的这种感觉,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校长哈, Val老师的话呢,也给,呃,给了我一些信息啊,就是说呢,在3100点的话呢,有大量的,这个看多指数的啊,期权单啊,大量的看多指数期权单,然后有开仓啊,原来大概是有6万口吧,现在有16万口,好像是啊,具体数据的话,我没有看,没有,呃,没有这个再仔细的看,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在这个位置上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啊,这个看涨资金啊,或者说互盘资金的这个迹象,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呢,呃,目前市场下跌,那就是疫情和经济的数据的影响,那么市场上涨的话呢,还是呃,联储这边啊,靠货币政策,靠这个操盘啊,来控制这个市场的走势,呃,但是,嗯,说的最实在一点,就是说目前的市场,呃,不支持上涨啊,不支持上涨,呃,这个位置的话呢,嗯,疫情, 到现在为止,大家也有目共睹啊,咱们每周都在说,每周都在说啊,也有目共睹,然后呢,这个,经,由于疫情的问题的话呢,经济,现在有很多州啊,然后人数啊,这个由于这个经济重启啊,啊,然后什么分阶段的开放啊,这个感染人数的话呢,在飙升啊,呃,咱们且不论啊,到底是什么共和党啊,民主党啊,哪个州啊,怎么怎么, 不是不说这些,单纯就说疫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呃,我们也看到了,嗯,疫情的这个失控的这么一种状态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放任自留的一种状态吧,所以在这种格局下的话呢,我觉得对于经济的影响的话呢,是必然的,呃,但是呢,在当中的联储就在这儿,这个不一律的撑,撑盘,所以呢,上涨很难啊,数据不支持,你炒上去之后, 很多人也就不敢去追涨,呃,所以最终最终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那现在对于这个图形来讲的话呢,呃,最重要的关注点啊,还是在3100点附近啊,看这一轮的反弹,能不能够把3100点,3120点这个,呃,上一次的这个反弹的平台,向上做这个突破动作啊,呃,总体来看的话呢,可能级别上涨也非常粘终,呃,还是以看横盘震荡的, 震荡,呃,格局为,呃,我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仓座上来讲的话呢,嗯,我做空啊,比如说像上周的建议啊,做一些,呃,仓位的保护性的,对冲性的做空,但是呢,在今天早晨看到了波音,看到大盘没有大幅度下跌的这种信号,那么应该马上就把这个,对冲仓平掉啊,然后呢,再积极的做多啊, 那么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思路啊,这么一种思路,关键点位,开一点点啊,这个平衡仓位,但是呢,呃,只要大盘没有预期的,像我们预期的,有个三五十个点的跳空下行啊,破位下行,然后呢,这当中再伴随着一些啊,全正股的一些消息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就马上把这平衡仓位平掉, 啊,然后再积极的投入到一个做多的一个环节当中吧,其实今天的波音就很明显啊,作为这种股票,能够涨百分之十几啊,炒的跟,不能说跟垃圾股一样吧,啊,大盘股炒的跟中盘股那种感觉是,这个波动性啊,所以说呢,呃,他对于,呃,指数盘面的控制,或者说我们从他的角度去体会这些华尔街控盘资金,呃,对于大盘的这个走向和掌控的 意图,我们就能够体会的比较明显了,啊,这是我总体的一个,对大盘的一个观点,嗯,好的,非常谢谢Jason老师,大家知道其实Jason老师在我们的娱乐节目,每周华尔街当中,已经连续预测了一个月,看涨播音,上星期五呢,Jason老师又预测看涨播音,我说这Jason老师根本一定没有看牌,但是人家Jason老师绝对是有看牌,今天马上就讲给我们看,所以有时候我发现Jason老师, Jason老师每次都说,啊,这个大盘不好做,啊,这个震荡,黏着,但是他的这个收益率,每一周都是用50%,50%的标,所以我这边要跟投资人讲一下,在我们的公开节目里面呢,Jason老师讲的话,大家听听就好,但是如果是对我们的VIP已经加入了中文投资网,千万要紧紧跟好Jason老师,Jason老师这个人对会员真的特别特别好,他会一直一直带领大家来赚钱哦,我们看每一周的这个收益率就知道, Jason老师你刚刚讲什么,我没有在听,因为我觉得你讲的那些跟你做的都不一样啊,你就说大盘不好做,呃,然后我们震荡黏着,然后要看,但是这些话大家听听就好,是会员呢,就跟着我们Jason老师一起做,每一周我看到每周华尔街这些,我就想说天哪,我们的会员就是要赚钱了,如果好好跟着Jason老师的话,那其实就是,呃,其实做Jason老师最近布任老师也表现非常好,对不对, 对,上星期也表现不错 对,就是马上是到我了是吗,我不是按年龄来吗 对,按年龄啊 年龄先往下不应该说Win嘛 诶,Win,其实Win蛮年轻的吧 你这个样子我有点伤心啊 那你们就公开年龄啊,公开年龄 然后那我们就按照VIP和Crazy的这个顺序来好吗 好,那我们先来share一下这个screen啊,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这个见面 那刚才Jason老师已经在技术分析上面跟大家已经拿捏了一下气质方面的这个大盘 那我们现在呢,再看一下就是我这个图形上面的,这是一个30分钟的图 30分钟呢,整个标普气质 首先呢,无论它今天尾盘反弹的是猛还是不猛 大家要注意30分钟,这是一个下降通道 首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在一个下降趋势里面 那3050这个地方是属于30分钟的200周期均线 指数在这个地方遇到阻力或者是进行一个联合 进行一个整理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关注的一个压力点 第一个压力是3050 第二个压力的差不多 就是Jason老师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3090附近的位置就可以 看一下这个下降通道是否会有一个向上的突破 这个是目前在技术层面上30分钟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那坦白的讲这个州市场的一些波动 与我们来讲是不真实的一个数据 因为这个州呢将会是 下个州就是国庆节了嘛 其实很多很多的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啊 机构啊,他们都是已经开始休假了 他们的就是华尔街的一些年假呀什么的 他们都会赶上这个国庆期间的时候一放就上一个 一个州就这样开始就放假起来了 我以为以前只有Wall Street是这个样子 后来我最近才知道四大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多很多的这种大公司 他们就是一放假就开始整个放了 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本州的成交量会越来越低 今天的成交量已经非常低了 接下来本州的成交量还会更低更低更低 直到这个州星期五我们就提前休市了 所以呢大盘这个州的走势呢不是很真实 因为大佬们都去休息了 虽然今年疫情嘛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出去走哪个地方去 但是他们我估计也不会去有什么操作 等他们回来之后 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就是这个rebalance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提到过市场当中的一个调仓 这个调仓呢我们已经发生了 因为从进入到了上一次的这个二季度结束之后 我们已经看到大盘开始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回调 一定的资本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抽离 比如说从晶片的产品里面 已经看到了一点点抽离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觉得接下来这个抽离呢 应该还会有一个持续 尤其是当国庆节回来之后 可能这个抽离还会有一个持续性 因为就像GP Morgan给的一个pension fund 还有退休金 他们可能会有750亿美元的资金 从这个市场当中 股市当中去抽离出来 大家对于这个仓位的配比 百分之五十六十在股票 百分之二十三十在债券 在多少的在黄金 其实都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顺序了 当你的股票涨得太多的时候 就是会有资金抽离出来 去买一些固定的收益 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Wheels Fargo的分析师 给出来的一个分析 他们认为差不多会有500亿美元左右的一个资金 将会从股市当中抽离出来 然后去寻求固定收益 这是在过去的几个很多年当中发现的 从上一个季度 延缓到下一个季度的一个环比 都是资金会往固定收益上面去做一个中转 那么固定收益 基本上指的就是债券 因为现在的话 股市的价格比较高 他们会寻求比较低的债券市场 去进行一个投资 寻求固定收益 当这个收益率开始继续向下去跌破的时候 他们资金可能会重新再回到股市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是会发生的 然后再结合上现在的大盘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说短时间 像刚才GC老师讲 短时间之内的可能真跌不下去 我也是支持的 那就是保持好一颗警惕的心吧 这个事情 重仓做多在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可取的 反正我们还是一贯的这个观点 重仓做多不可取 那我还是每一期节目都会强调一下 我市场虽然是宽幅震荡 这个我们也接受了这种现状 你不要因为今天涨了1.33% 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多头要起来了 你要知道下跌的时候 它也是跌了2% 跌了1.8%的 所以这个市场 大家现在要看到 它像它的这个1%的涨幅 1%的跌幅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0.5%的小震荡 现在只只是变成了一个 比较波动的宽幅震荡而已 这个是目前K线上面 给我们体现出来的一种信号 那4小时图形上来看的话 30分钟虽然是下跌通道 可是4小时图形上来看的话 看4小时的200周期均线 似乎撑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一个比较漂亮的 一个支撑点的 那我们就关注一下 今天早盘的这个最低点 或者说气质应该是昨天 一开盘的那个最低点 2983左右这个位置 还会不往下跌吧 如果是的话 那又是一个下降通道 正面脱口的 还是在一个下跌趋势里面 最后还是强调一下这个观点 大盘的上涨呢 它改变不了 我认为现在全球的这种金融格局 全球的金融格局就是一个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衰退期 全球的倾机正在走下坡路 它是来自于上游中游下游 各游之间的一个资金 这个断裂 服务业的断裂 制造业的断裂 它对接不上来了 整个的萧条期已经是开始了 所以这个市场终究还是回到现实的 那又不知道烟花泡沫 什么时候会破掉 总之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理 这种警惕的心理导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就是说你原本想要去做多这个市场 趴一下重仓买进 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就是削减一半的仓位 完了以后 在剩下的仓位 再重新配仓 再重新去做交易 这个我觉得是 当你觉得这个市场总是和我们相反 看不清楚的时候 一个最安全 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Brenn老师 同意 这场是观点端期呢 我们是看震荡 找机会在市场当中 利用波段来做多 但是呢 中期长期 其实整体市场将会向下 大家也很关心 那你的UVXY最近有买吗 这个不买 我是睡不着觉的 还是仓位里面 还是要配一些的 一定要有 所以大家投资人这边跟大家讲 Brenn老师一样 还是我们的空头司令 手上还是永远有他最爱的那几只股 对 我不能当司令 当司令太惨了 我是空头司令 就给其他人吧 好 副司令 好的 我等这次老师来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来还到 Crazy老王 Crazy属前 对今天的唯一代表 就是Thomas老师 Thomas老师 就是在纽约这边 然后现在其实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 那 其实期指待会 休息一下之后又要开盘 然后 我看你最近的操作 一样还是一样 就是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稳健 那你跟我们谈一下说 你对市场的这个看法 同不同意Jason老师 还有Brenn老师的观点 好 谢谢南娜姐 我非常同意那个Jason老师和 布兰特老师的这个观点 那你们这样怎么交锋啊 但是呢 不是要吵架吗 我一般来说 我做多的仓位呢 大家都知道 我做多 之前是做白银啊 最近是放了一些黄金啊 包括我直播的时候 我现在不太敢穿这个绿色的衣服和 和红色的衣服 这个是粉色的 这个不是红色的 所以我一般来说 我穿黄色的衣服会比较多 这也代表着我的仓位 我的黄金会比较多啊 不仅是GLD和NUGT啊 都有 你这件明明就橘色 这件是例外 这件是例外 穿黄色比较多了 这也代表着我对黄金的一个看涨 然后大盘现在来讲的话 是一个妥妥的那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啊 今天它并没有往下破 今天是拉上来了 如果我们看市场深度的话 今天来讲 其实在周五的很多票呢 它是在50天均线之上的 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把标普 大概是500多个票 还有这个300多个又拉回来了 又拉到这个50天均线上了 这里是有一个讯号 也是结合布兰特老师之前讲的 因为现在是小鬼当家了 很多大的基金呢 他会在这里 做一些休假的一些动作 那有一些 这个成交量比较小 然后一些小的基金呢 会在这里window dressing 最后的几天 他做一做业绩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个人的一个bias 个人的一个偏见呢 可能大盘他会走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个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山头了 他可能再走再走一个山头 如果走一个山头到时候再看 他要么再破下去的话 那是妥妥的就开始中期调整 然后如果是往上的话 那可能还恢复这个格局 依然是有一些做多的机会的 比如说从执行角度上看的话 我个人要么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和大盘关联度不是很高的票 要么的话你就是找一些风险非常可控的 分支撑位去做多 然后分阻力位去做空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仓位上的话不要超过30% 最多不要超过50% 整体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说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现在大盘和某一个 这个就和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隐性的关联的 就是为什么上上周五和上周五都是跌的呢 其实是和这里有一点点的这个隐性的关系了 就是上周虽然美联储的缩表缩的不是很多了 但是毕竟还是减的 他的那个资产负债表还是往下减的 就是如果这个数据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在周四的四点半之后 如果美联储是继续扩表的话 大盘跌不下去的 他如果这里是如果减少了 重点还是之前跌下来呢 主要还是因为一些复换的这个swap在减少了 但是如果核心呢 还是那个MBS啊和一些债券啊 包括美联储 其实是周五还是今天的时候呢 也是对一些公司啊 比如说WMP啊ATMT呢 也是买了他们的公司债啊 就是美联储肯定是有后手的 但是这个后手呢 他会什么时候放呢 我们还是会还要结合一下这个一些数据 包括是结合盘面来判断啊 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 我对大盘未来走势的一个看法 看宽幅震荡 然后凡支撑做多 凡阻力做空 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Thomas老师 你基本讲的跟Jason老师 还有Bernard老师都一样啊 那我们来听听Win 那你Win老师 你今天第一次上场 那你要跟大家讲不一样的内容 我不要听到那个逢低做多 下跌做空这种 或是这个震荡看涨 就是我们待会儿你讲话 我们先不要出现这些字 讲一下你跟我们 就是分享一下观点 因为其实其他三位老师 应该也都没有听过 你对最近大盘的一个看法 因为你比较长 比较多是在做中长期的股票 我一定不让 不是讲重复的东西 对因为今天呢 你先把他们三个没有关系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不会骂 因为其实本来说是今天打架的 然后我觉得今天可能 不怎么打得起来 那我呢就是技术分析 不是我在行的东西啊 这个我就不搬门弄死了 不过呢有几个技术形态 我觉得说一下 第一个呢是这个之前 那个导型反转 我一直觉得它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环境啊 它是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上面的压力位是肯定在的 而且压力挺重 然后第二点呢是这个 今天其实是一个 三十日的均线和五日均线 进行一个死差 然后这块呢 从这个有些技术分析的 师的这个角度 可能认为它是属于一个 共振反弹的这样一个节奏 而且今天成交量很低 所以呢今天这个到底 这个阳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个人觉得打个问号 然后技术分析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没有太多的可说 因为可能大家都已经讲完了 我从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判断一下 今天早上呢 我看了一篇文章 看了一篇文章呢 是说关于这个COVID-19的 这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么包括在哈佛 包括其他一些公共卫生 安全部门对整个的 这个事件的一个解读 包括对未来一个测试 他们拿这个之前 像MERS啊SARS啊 包括这个日常那些 我们讲这个叫什么 流感吧 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呢发现 目前按照现在的模型跑出来 未来很有可能 我们的COVID-19这个病毒 它甚至会每年会发生一次 那如果比较乐观的话 比如说像今年 今年年底大概率还会发生一次 但是之后是不是还会发生 大家都不好说 如果悲观点的话 可能它是一个长期伴随 我们人类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么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 大家可能之前说 比如说像Zoom啊 或一些原来的这些 比如说新冠的概念股 或者说是整个炒的这个行业 很热的这个点呢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要变换一下思维 就是说整个可能行业的发展 包括这个整个一个市场性的 结构性的趋势就会出现了 我们讲的比如说 真正的比如说远程办公的 远程教育的 包括一些新零售 目前我们看到传统的零售 比如说像梅西 比如说像这个日常餐饮 比如说像一些购物 它都会出现很大的一些影响 那么用一些新的技术啊 新的这些商业模式啊 去来替代原有的模式 包括整个我们讲 社会当中的一些 这个工作的文化 工作氛围上面的改变 都可能对于这个 形成结构性的机会 所以呢我觉得说 大家与其在现在这个很纠结 很震荡的高位 我要去这个怎么去博 怎么去对冲 当然也需要 但是怎么去绞尽脑汁 去看这些呢 还不如在一些 结构性的机会上面啊 一些行业啊 一些个股里面去精选一点 然后呢做一些 比如说中长线的一些布局 因为如果真的 如我们讲报告所说的 那COVID-19这个持续下去 那可能未来就不是 COVID-19的问题 这个是整个大家的这个 它有一系列的变种啊 突变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新的这个市场的风口在哪 新的领域在哪 其实我们都有机会去 仔细去揣摩和把握的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大家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要太过的看重一个指数 而在于说是在一些个股 还有板块里面去寻找一些 结构性的一些机会 那么当然不是说是我一点指数也不看 因为复巢之下安有婉软嘛 对吧 所以比如说有些对冲的 比如说像开空单也好 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UVXY 这个持有的参与还是有的 我始终觉得可能 未来可能在一周到两周内市场会有一个变态 对大概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情况 好的谢谢 Wen老师 是大家听到Wen老师 他讲的风格 就是比较是以中长线投资的眼光来看 就是我有听到我做旅游业的朋友有讲到 就是COVID-19大概要三年后才要完全的恢复 所以当这个变成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就投资的角度 除了大家短线要跟着Bren老师 Jason老师还有Thomas老师一起来做之外 中长线的布局呢 这边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来请教Wen老师 也可以请教我们客服散户第一金 这边要怎么来加入 那最后的时间 我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 哪一位老师要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我们做个结尾 不然就 不然老师你说好了 但是你都准备好了 我准备什么了 我准备让大家买UXY了吗 好了 就是我觉得 我还是那个观点了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站 因为我们站的出发点 和角度是不同的 那大家呢 看到我们的信息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当然我们非常开心 如果对大家 和你的观点不相符的话呢 其实我们觉得 几位老师分析下来 我们都有一个重点 我们的重点就是 这个位置就不要拼命的重仓 才会市场去死磕了 大家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适当的去降低一下自己的风险 我今天在VIP里面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长期是在 这个沙漠里面开赛车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好像突然到了雪地里面 在开赛车一样 其实这个市场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像前几年那种市场了 既然如果大家都不是 那么熟悉的话 你对这些 很多比如说疫情概念股 这些乱七八糟的股票 你都没有那么多的 好好的分析的能力的话 不如就降低一下自己的仓位吧 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好的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本周的 Crazy美股富豪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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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